关塘发生斩人案 今日5日晚上八时许 关塘瑞宁接二时 对开街头一名男子报案 自称早前与一名男林争执 对方一度持刀 他随后将刀抢去并袭击队 急后离去 与此同时 附近迦勒街17-33号有人报案 发现有男子浴血倒卧走廊 警方经调查后 相信血男子即为遇袭男邻居 事件中男邻居头部受浴血 但仍有意识 被送往伊丽莎博医院救治 警正调查案发原因 警方表示 晚上八时三十九分接获报案 五十六姓曹内地男子于 迦勒街17-33号一单位外 被发现已受伤 警方其后一接获另一名 三十六岁姓周男子报 指于该单位内与曹南因冷气问题争执 其间周以一把三十厘米长的菜刀袭击曹南 人员街报道场 瑞宁街20号附近发现集结查周男 经初步调查 周涉嫌伤人被捕 案件交由关塘警区刑事调查队 近 曹南子头部受伤 昏迷被送往伊丽莎博医院里 据悉两人今为内地人曹南池 双城正周南则行街指星岛头条 u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急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